赴北受敌的大清帝国 出现了海防与赛防执政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 应以解决何者危险 朝臣各疏己见 分歧明显 1870年 李鸿章出任直立总督北洋大臣 提高了政治发言权 作为朝廷忠臣 他力主海防为重 杨东梁教授在翻查奏折时发现 当时的 左手的用处 右手有右手的用处 但是并重不等于说是平均使用力量 他是要看形势 在目前哪个是重点 赛防是重点 这就是总统的意思 清廷当时财政混军 又不想大家变革 十五款可以筹 李鸿章认为 海防赛防在财力上不可兼赢 他建议舍西北专义海防 停车之管向 云作海防 最终 左宗棠的主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认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